韓國瑜不造極朝野協商 民進黨團尊重開議後十堂專訪 換言之啦 這件事情不是不討論啦 還是要討論啦 只是沒有要2月17號啦 因為那時候國民黨民進黨不是在吵嗎 說2月23號開議嗎 然後民眾黨黨團不是太離譜了 為什麼不是16號的開議 黃國昌不是在那邊叫嗎 對不對 然後說26號要開議嘛 然後就好啊 那最後決定2月20啊 然後國民黨黨團給我討什麼 提什麼2月17號開議 我來問一件事情 我先從這個問題開始問好了 好各位 在這邊請問各位觀眾好朋友 你覺得過完一個年之後 豬肉問題如秀燕講說 已經是個案 就是要翻篇的意思 你覺得豬肉問題應該拿來立法院工房討論的打加1 你覺得豬肉問題已經過了 沒必要再談的打減1 好不好各位再講一次你覺得豬肉問題有必要拿立法院的打加1 覺得沒必要打減1 各半 加1-1-1都很多啦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黨團的狀況 看懂了嗎 我覺得我是問題喔沒有問好 我這樣問不對我應該反問一件事情好了啦 請問你覺得高端比較重要 還是雞蛋比較重要 還是雞蛋比較重要 還是疫苗比較重要還是過去前炒所有的爛事比較重要 是要優先處理這些爛事還是要去炒一個根本就 盧修妍說翻篇的豬肉 各位這是我的重點啊 這你打東西要打到要害啊 這打一些不是要害的東西嘛 那我就我反問一件事情好了啦 你覺得這個豬肉們能問出什麼花來 你今天是去問雞蛋 你今天去問說我們這個選舉期間曾經討論過的 民進黨一堆爛事 討論這些民進黨的爛事 讓賴清德去殺蔡英文比較有用 讓新政府去殺舊政府比較有用 還是討論這個 盧修妍已經跟你講結束的豬肉們 你看 瘦肉精事件認同是一個個案 盧修妍我家年月飯有本土豬 2月8號的新聞 你要是否幫豬農家盧 盧修妍說 當然 我家年月 飯也有本土豬 我認同 哎呀這個好小 這是一個個案他從這兩天就特別注意到了 現在消費者都能稱名 很不知道這是一個個案沒有受影響 盧修妍說是個案了那我們到底要報告什麼啊 你現在國民黨黨人去鬧你是要幹嘛給盧修妍難堪喔 然後讓民進黨倒打盧修妍喔 到底在幹嘛啊 而且各位我們沒關係沒關係有些人覺得重要嘛對不對 所以我講這是國民黨 我跟你講保證黨團的意見嘛 到底是在做什麼啦 不是啦我跟各位講啦這不是國民黨集體的意志嘛 現在總召叫傅崑崎嘛 另外兩個人自己去查嘛 這不是集體的意志嘛 這也不是一些新民意的意志嘛 這是一些老立委然後當幹部然後就是覺得 冲撞了對抗民進黨罵民進黨 罵民進黨 然後就弄出來的東西 我不知道耶所以喬欣有認同嗎 啊 有嗎 小心有嗎 小心也沒有嘛 許小心也沒有嘛有智商的人都說沒有嘛所以到底是誰要提這個奇怪的案子啊 不是各位你要動動腦好不好我先問你一件事情真的給你開了 然後你開了之後你知道拜託誰嗎 你要拜託民眾黨 民眾黨就被 拿翹 招委都還沒選 然後開完之後 陳建仁來了 他就開始跟你報告說沒有都沒撿出 然後開始攻擊盧秀燕 你在做球給人家殺喔 臉身就給人家打喔 所以各位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韓國瑜要做這件事情了吧 因為我很講啦不是什麼打臉啦 你看喔 韓國瑜喊咖嘛 韓國瑜 他有智慧嘛 第一個他會知道說這件事情到底對盧修燕是不是好事 第二件事情他會考量說黨團裡面到底是不是這個意見是意志 第三件事情他會考量說 還是有些人 為了想要強版面強話題 因為他想選舉 所以刻意操作這個話題然後把國民黨整黨脫下來 以國民黨的名義 而這到底是不是代表黨團的意志 所以這個缺乏民意基礎沒有共識的東西就行不通嘛 而且今天17號耶 16號耶各位 他跟你講明天要告報告耶 那這個決議會不會打臉過去國民黨講說 韓國瑜講說要讓意志人員休息的 決議 韓國瑜是不是講我要讓意志人員休息放年假 所以我要讓到20號 就你今天吵著要開議 那你跟民眾好像什麼差別 還會給民眾舞台 這個好朋友 不要亂搞好不好 不要浪費我時間好不好 我就是要罵白連教 不要浪費我時間好不好 我們更值得笑的事情 就不要自己沒事情找事情做嘛 來 有關國民黨黨團請院長召集協商 讓金院長指示 因時成績作業程序考量 未便召集協商 任何各位決議嘛 對不對 不是啦各位我跟你講 義而勝在而摔傷而解 你們要搞清楚這個道理 國民黨一直以來就是犯這個錯誤 就是等到該打的時候 你要拼命打 用力打 大力打 打到死 但是不該動作的時候就要放鬆 你不要不該打的時候拼命打 然後打到自己沒誠信跟狼來了一樣 那只要該打的時候每次在那邊 地勁敲敲最高品質 你國民黨錯過多少該打的議題 我真的不想吐槽 民黨這麼好打 然後該打的時候 但是不該打的時候在那邊作秀 欠人馬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搖擔 很高興